亚洲的比赛的对手的时候呢 其实面对他们咱们身高是一个绝对的优势点 对 所以咱们在首发任中里不用非得说把阿卜杜放到四号位 这样反正要降了自己的身高 把自己一个内线优势给抛弃了 所以呢首发用两大中锋在场上 本身就是咱们在亚洲去征战的一个强势的点 何必去放弃 这个看起来呢应该是为亚云会去设计的 但是上次我们在这个亚洲杯夺冠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长沙夺冠的时候 周琦和易见莲是内线的搭档 就是说我们的内线呢有投篮能力 然后灵活性强 包括阿莲呢还能正面凸一下 那如果是周琦加上王哲林的这个内线呢 可能这个在移动速度上相对来说慢一些 你说的那不是红篮分开之前吗 对啊 正面周琦拿球过渡一下 来线 小兵直接上了就投 周琦啊 他的这个防守的覆盖面积 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 上来就是压迫防守啊 对 全场压迫 待会呢通过比赛咱们可以来看周琦 其他的这个补防换防 周琦现在对四号位 嗯 不过 李线那种大哥刘绿轩防的不错 提一下防开再起好球 嗯 嗯 嗯 托尼斯这边呢是拿到了今天的开哨球 两边一上来啊防守的强度都非常高 优优尼斯这边打到地位 高级 好球 底下没打好 压少了三分 你看突尼斯这两个内线 移动能力都不错 而且都有持球能力 他们在进攻一端 都可以拉到三平线外 去持球打 咱们还是 虽然王哲林一开始得分了 但是一开始 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带动外线的 所以能看到连续是给外线传球 漂亮 小丁 这是接到王哲林传球45度的一个突破 8秒尾利 是8秒尾利 是发球尾利还是一个 发球尾利5秒 5秒尾利 镜头刚照比分 应该是球没发出来 对 也不知道是球没发出来 还是发球之后是走步没看见 我琢磨了一下 可能8秒这时间有点 咱这边也是发底线球失误 前场的2打1 小丁的犯规 那这对方的4号位 持球能力不错 这个身高 可能 也就是咱们里边3号位身高 那身板子比较壮 第一阀有了 这支突尼斯队呢 咱们还不能说以以往的这个非洲球队来看待 就从他开场以后的这个两次阵迹战来看 战术比较清晰 强热空间 没有灵活性 刘志轩 好球 这球分到篮下 在小丁 在美国训练这段时间 红队的热身赛中 刘志轩是始终表现得非常不错 防的也好 包括自己的这个个人外线的三分球 某些场次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现在这个比分一直打不出来 所以老是在照这个几分牌 全场防守这边 突尼斯呢也是 就是比较流畅的 通过团球 破掉了这个全场的领防 你看突尼斯的进攻 他的两个内线都是站在高位的 把篮下的空间全部吞开 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反跑 通过无球移动去篮下得分 对 到现在他们空间感掌握的 比这个红队会更好一些 嗯 现在呢就有点这个调动 尤其是王志林这个点的移动 这就是中锋 对 周提照住了 这是很多个突破 最后呢周提补防这一下 已经是 这他这球啊凸得太深了 没有办法去处理 是 虽然从开场来看啊 突尼斯这两个内线的移动速度不错 但是就是从绝对的速度优势上来讲 并没有面对说周提王志林 有特别强的优势 对 尤其是现在王志林减重之后 速度上其实跟得上的 高掩护 如日轩 这边王志林呢 再给小丁儿做一个无球掩护 交内线 好球 二加一 这次进攻配合打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呢小丁儿往篮下掉的这一下 力度包括高度还是掌握得非常出色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李南志导 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说 这就是小丁儿和周提来到之后 是试图融入 要融入这个整体 毕竟这个整体已经配合两年了 不是说因为你们到来 为你们发生太大的改变 所以从整个战术的发起和进攻的强调上来看 你们看到啊 还是在主打亚洲对手的时候 精神的往篮下攻 对 到现在为止得分 基本上是内线得分 篮下王哲林的强打 这个小丁突到篮下得分 对 还是强调咱们在有优势点的地方 要进行的发挥出来 对 哪怕咱们有小丁儿 好球 宋明辉 分得不错 外线第二宇航这边 对方防守来的还是非常快 突破大反规 宋明辉的身体素质确实好 刚才一个单手的一一二一步过 我自己来了 好球三分命中 哎呦呦呦 小丁这一下应该是个人第二次了 嗯 看看要不要这个换人保护一下 道理还是应该要换的 因为现在时间有点太早了 因为今天的几分牌一直没有出 咱们对于时间的控制就没有那么好 不然现在咱们就不太了解啊 13比8 嗯 中国队是暂时领先着5分 嗯 现在打了4分 还有6分钟 嗯 赵瑞 嗯 管整联防 对 跟底下啊 好球 那这个托尼斯啊 橙色还是非常高的 嗯 好 往这林的中距离 要把出改货啊 这球转呢 还好是没进 刚才这球节奏还是非常的好 那边把握的也好啊 对 还是找玩家 往这林再起这球是被对方盖出了底线 我听那啪的一声 不像手和球之间的这个交流 像手和手 像手和手之间的交流 还是按球 抽起外线过渡球 对时间进攻时间还有10秒钟 就是先给出来底脚 哎 斯明辉里边出机会了 这托尼斯啊 防守上的是真快 呃 这个应该不对啊 应该是碰到篮筐了 对 嗯 最后裁判呢 还是判罚中共队把球碰出了边线 我怎么的印象应该碰到篮筐了 刚才这件 嗯 是碰到篮筐了 这是一边线球 嗯 拖 反正这球呢 虽然没进啊 但是提个想 人家有 嗯 嗯 呃 通尼斯的打法就是 看啊 基本上他的内线是不往篮下去的 嗯 因为你往篮下去 就是正好扎到了中国最有优势的一个防守点上 对 对 再加上你外线有这个内线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们基本上进攻的时候五个人都是站在高位 都是站在三分线左右 嗯 但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呀 虽然他们是采取这样的进攻方式 但是你能看到呃这个周琪减重的王哲林在这一点上速度上并不损失 对 对 对 加上咱们开场的身高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呃只让对手打成了一次反跑 呃其他还可以啊 对 好现在计分牌出了 嗯 出分 王哲林防守位置控制不错 哇 哇 这有点神了 嗯 这是跟住了没办法啊 对 所以刚才呢在防阵地战中王哲林首先位置控制不错 没有让对方过掉 另外呢赵瑞跟的也是很紧 好球啊周琪 火箭回来的 对 外线这可以说信手拈来啊 距离三分线可能还得有个三四十公分 西欣赵瑞完的不错 嗯 屏幕至于この中距离 这个水里边中距离 两个队员啊 对 每个点都能投 就是技术非常的全面 嗯 非常强调的投篮球这个进攻 對 而且三分出了很多 尴尬 嗯 还不能把它当作常规的非洲球队那样来看待 像刚刚这一次之所以让对手投成了一个底线的两分 是因为在打完挡拆之后 咱们的注意力就是他往外弹这几下 因为他之前所有打挡拆都是往外弹 给内线出去去扔外线扔三分 没留神 没给球压力 对球是自己完成了中距离 这边和王哲林掩护 王哲林是第二次被吹进攻犯规 这样的犯规领的也早 你看看如果王哲林这边是要换人的话 咱们看是换内线还是换一个风险 对 就是换董汉林还是换阿卜杀拉姆 赵尼斯里配合打得真好 没错 而且你看到他球尽可能往三分上走 对 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赵瑞连续两个背后再给底角周琪机会出来了 好球 三分命中 火箭的 而且这个节奏也是火箭的节奏 打转换 1.3分 虎顶3分 对 前面这赵瑞连续两个背后运球可以 好球了 估计现在这边自己出现了15 赵瑞连续球的速度非常快 迫使图尼斯这边战术性的犯规 咱们看看阿卜杀拉姆上场之后 他打4号位效果怎么样 其实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看到的一个组合 周琪加上阿卜杀拉姆 咱们进攻上的移动的可能就更大 对 周琪 外线再来 看篮板 第一位想利用身高直接拔这个优势圈 赵瑞 黄起来 套好球 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而且他停球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赵瑞确实也是掌球了 停球位置凸得不深 刚好把你晃起来我能够直接攻篮 给自己留了处理球的余地 佛尼斯高位就换人 进攻反规 咱们现在就逢掩护就换人 运动的这个速度就好了很多 而且咱们可以看看这个阵容在进攻一端 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这样就不像之前 其实王哲林在场的时候 你们看到球尽可能找王哲林 要不然你浪费了 拦下这个优势点 后卫线上是换了方硕 对方硕呢 其实在红队这个比赛呀 他需要解决的不是说个人技术的问题 解决的是信心的问题 就看了很多红队的比赛呢 方硕这边好球 阿卜杀阿姆第一位打了一个 就是方硕这边呢 有些比赛他不太敢做动作 就是没有在俱乐部的时候 打的那么游刃有余 好用 这球盖上球了 先碰到了篮板 我们看通知世界在调整 因为咱们现在阵容高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两次都是把球打到有错位的位置上 之前一次被吹了进行犯规 12号 这是19号上来之后 也是强打错位的时候 打的应该是谁 是刘志轩这一点 对 因为掩护换人 刘志轩往往他要换到4号位或者5号位 咱们现在的策略就是逢掩护就换人 所以现在通知世界在抓你这个点 老远户 里边两个要求给的漂亮 往下顺的速度也快 这球上的也及时 没错 能看到就是周期往下顺这一下 速度确实快 嗯 搜一下就进去了 有有有 嗯 这个确实图尼斯队员呢 在持球的时候 另外一只手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嗯 这已经是咱们在这个就是 因为今天第一节大部分时间采取的是这个全场防守啊 嗯 咱们已经是到了他们第二次 就是因为在过渡球的时候的失误了 对 出来中方接球 最后一攻 对 你看到最后一攻什么战术啊 第一节呢 蓝蓝打的不错 现在是领先的7分 而且第一节没有什么失误 哦 通知四里边先犯规了 通知四里也可以算作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 那咱发球了呀 哈哈哈 发球就是就是堵你不进嘛 而且13.9秒 火箭来的 哈哈哈 13.9秒啊 还是有机会 就是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打一个战术 读你不进还行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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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你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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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专门给出损招 你看到没有 哎 两罚不中 嗯 值了 但是呢 下来之后 南蓝那边防守控制不错 对方啊 六秒钟没过半场 啊 那过来的时候是紧贴着八秒这坎过来的哎 这球不不吹走步吗 接着球描个篮然后没运啪啪往旁边走两步在投 好 嗯 嗯 这个这礼拜五呢就是七夕是吧 说是 嗯 我估计我是 你得奔一趟济南 不是我估计我得上班 哦 看一下第二节 哎呦 有球啊 没有分好 嗯 第二节都几下了 上王德林 小丁回来了 哎哎哎 这球不进不应该啊 哎 哎 阿姆萨拉姆 给小丁打一交叉 现在有航 底线 看着球 咱们来处理 单打 撤步的中距离 造犯规 嗯 嗯 所以我说就是 其实小丁回来更明显 嗯 就是我就是 因为这个 呃 不是说国家队里 说分三六九等等等 嗯 因为篮球这个运动 你一个完整的球队 嗯 你就得有球星打法的人 嗯 那小丁回来呢 就是要处理这些球星球 好第一罚有了 嗯 好两罚全中 南篮这边呢 这段时间 对球的这个压迫性的防守啊 让突尼斯都有点不太适应 这球走的没有第一节那么好 咱们第二队一开始防着连防 嗯 进攻反规 嗯 突尼斯这个小动作挺多啊 嗯 全是只手的动作 嗯 这球呢 确实是反规 确实反规 但是这个 其实到了这个国际赛场上呢 吹不吹也不一定 哦 哎呦 哇 哈喽 哎 啊这个 虽然说没有形成进球啊 但是王热林这一系列动作 这连招啊 从三分线外开始吧 从三分线外 然后两个转 嗯 拉杆低手传球 你看减重好吧 那才说的 哈哈 哎 这他第一步速度还是比以前快了很多了 挺快的啊 一放球那一下突然一个大步 嗯 嗯 哦 第三个犯规 小丁三次了 嗯 好 今天这个出场时间被切得有点碎 看楼之间再回来 嗯 嗯 那些 嗯 好球 我们留下来一传 陈尼斯呢往回退得也比较快 差不多沙拉木 那些王热林这一点啊 应该是底线要来夹击 左手的勾手 小球 没往底线走 直接前转身 左手勾手 郭亚队打的还是挺清楚的啊 嗯 有个人在场的时候 尽可能去把球给到他手里 嗯 看在外线配合的时候 其实是有机会的 对 但是方硕一看 这个大王已经在这一次要位要了挺长时间 对 嗯 还是敢不断给他 天律 六個突破 防下来 比较 黄县 三五五五四 都度突破 防下来 尝尝尚 这一截还没有得分啊 咱们联防效果不错 对 武器都突破 在篮下的这个终结能力呢 就是感觉是有点 就是过度的忌惮 这个王哲林 包括周琦在的时候啊 这个封盖的能力 他篮下很多动作都做变形的 是 包括刚才这个上空篮没进 这也是啊 有机会先把球给内建 先把球给要给王哲林 现在刘志轩的三分球没有投中 突尼斯外线的这个防守 轮转速度确实是够快 拿车拿车 高北奏远户这边拿来换人 今天这么歪七扭八进仨了 对 有篮啊这队啊 但是你看正紧头的呀 好像命中率还没有这种 说有防守的命中率高 跳锐 都出来三分球短了 两个人啊 稍微沟通上 你看没有 又一个上空篮已经俩没进了 那咱们其实在沟通上出现问题了 啊 阿卜杜往上提的太早 对 刘志轩带进正面 对 刘志轩球没切好 嗯 刘志轩的中距离 哎 刘志轩下来之后呢 直接断掉了对方的球 好球 两个大哥之间的一个空中接力配合 阿卜杀拉木 这个下个联赛呢 阿卜杀拉木在勇士其实没怎么打 嗯 感觉这个气质啊 又变化 自信心 哎 就是吹了阿卜杀拉木的防守犯规 周齐重新回到场上 删下了王哲林 那这样呢 继续是由周齐和阿卜杀拉木来配合内线 还是守着连航 你看啊 今天都是这样的 干脆就 别贴 就堵他不进 那 考验 不带这么出 但是这种球啊 这种球 教练员不会说你 教练员反而会表扬你 防得不错 哇 看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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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球等于是破坏性的范围 看了一眼弹幕 有朋友说刘志轩打的时间还比较长 确实一方面是今天小冰犯规有点多 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前面红队热身赛来看 李南指导还是非常愿意用刘志轩的 防守出色 一个能拉开空间的投手 而且他能持球 他有一定持球的进攻能力 周琪今天三分球不错 但是罚球有点失水准 三分球应该50%命中率 我竞相中是投了四个进了俩 罚球是四中一 对 罚球不像火箭来了 哎 后瑞 转底脚 刘志轩 看这球怎么样 篮板为周期拿到 好球 这高狗撞 你还说瘦吗 这对抗能力 运一部球往屁股后边一拱 马上扣篮机会出来了 对方的内线确实也是矮瘦 怎么有着戴眼镜呢 他一直戴着眼镜 入场的时候就戴着眼镜 而且还不是那种运动眼镜 对 我就感觉像是黑矿眼镜 对 跟你的眼镜差不多 又是忌惮周期的防守高度 又瞎扔到篮下 好球分出来 金文辉节奏稍微的 所以他要第一下起 应该节奏会更好 就戴这样的眼镜 球 好球啊 阿布沙姆 一直就堆着这球的球路 一直跟 跟 跟 跟到篮下 阿布在场上的这个篮板球视觉 确实是非常的舒适 给到篮球线 这点很聪明啊 知道后面有大巴掌 看眼镜啊 这很容易坏 哈哈哈 看眼镜后边夹了一个 夹了一声啊 站着呢 夹了一链 我记得我原来啊 嗯 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教地理的男老师 嗯 就是很劲 夹了一链头 就不容易掉 因为除了教地理还教跑步 也有可能 可能还教个散打什么的 是不是会犯规了 一手飞大方飞 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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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换上了董汉林 你就拿周琪和董汉林站一块儿 现在这个视觉效果 嗯 你就知道他撞了多少 是 董汉林呢 在CBA内线里边 算是撞汉 嗯 有高有的劲 对 对方应该也把手发内线往上拿了是吧 嗯 换了后场 手发的后背换上 手发的4号位已经回来了 嗯 嗯 一个电梯配合 但是机会没出来 外线 哇 他第二个了今天 对就是这种球呢 都进了 托尼斯 就是封到脸上的球全进了 所以下半场还能不能有这么好的手感啊 护其大范围转移 这球是怎么呢 吹了篮下董汉林的无球犯规 嗯 下半场比赛呢最后的2分17秒 想叫掩护 嘿 看见没有 我不知道今天这开场以后啊 这开场以前托尼斯的球员手上抹了什么了 啊真难啊 这房子都像是没有角度的球啊 是 这都是迎着头的 今天公主迎着头的球进了4个了 没错 大姐出来掩护 孙明辉 哦 好球 以前一个变相 嗯 晃的对手这个内线 嗯 差点摔倒了 是啊 小怀中的这者 赶跑啊没机会 好篮下扎 这一扎 整扎人队的 上不上比赛呢 就是相对来说 南拉这边 除了我们就是肉眼能见的啊 比较重要几个点发挥不错之外 失误少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表扬的地方 但是对手托尼斯好像没有 都采取 就是太严密的这种全场防守 压不清地没有那么大 对 马尼和第一位 给出来看刘志轩 篮板球被孙明辉拿到判断的非常准 好球 好球 我给的很漂亮 嗯 回身在打 再来一个 这不能再嘿嘿嘿 五个啊 五个啊 赢着防守扔的三 这个不是三分 投篮 对吧你这么看的话 这个空位上的投篮啊 比赢着防守投的要不准 那你也不准 面容率要低 嗯 五个灰 提地给周琦再提 漂亮 单手的报告 那不占球权 轻描淡写 但是呢半场比赛应该是 中文队得分最高球 又是一个进攻犯规 四十二比三十三 呃 中国南篮呢 是暂时领先着九分 最后一攻啊 暂停 这边里南指导呢 要重新布置一下 嗯 看了一下呢 百顿席这边在 风险上还没有 今天还没有上场 还有余长洞 看下最后十秒 看下最后十秒 因为咱们第一 上场比赛打得比较顺利 嗯 其实呢 这个对手 通尼斯啊 是是有料的 是有料的 我们要这个 一个还是要注意 下半场比赛 一旦对方 采取这种压迫式的 从前场就开始领防的防守 我们的失误 也同样需要控制 因为上半场比赛 几乎没有失误 嗯 好像有一个是 刘志轩给阿波多沙拉木 嗯 传低了 这个失误 特别人 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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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边是 看着这边是 中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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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队里边是进攻球权 董明辉 漂亮 赢着对方的大个儿直接上 独立斯再一次出现失误 1.7秒 咱们光是看防守 过度的防守 让对手在过度球的时候 出现三次失误了 当然咱们是 红队是带着备战亚运的心情 备战亚运的心情来打这比赛 所以这个状态 能够理解 而且也达到了咱们想要看到的样子 上半场比赛周琪是拿到了13分 属于信守人来 球权不多 但是下半场抬头一看 已经是全队得分最高的球员 有三分有对抗有扣篮 防守一端仍然是稳定的表现 对 下半场的红队这边是 仍然沿用着一开场的首发阵容 孙明辉正面看这三分球怎么样 咱们看看下半场小丁有没有发挥 上半场因为犯规太早 三次犯规 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展示的机会 但第二节一开始你能看到 一开始是给他创造球的 冲击次还是打空间 底角这边周琪防守到位了 再出来 就是你只要封到脸上准进 今天是第六个 不管是三分两分 不管是都是长距离的投篮 第六个赢着防守进的 孙明辉 电宇航好球 哎呀 这球没擦着板 要擦着板就进了 五秒钟 你看没有第七个 又是迎着周琪骑马射箭 这边呢 中国队是请求了暂停 分差被图尼斯队缩小到了六分 暂停的回到了演播室 但是呢 实在不知道该调整哪方面 这个可能调一调进攻吧 因为下半场比赛呢 这个进攻的成功率是不好 但是防守 我觉得确实没有太多的问题 每一次防守都到位了 但是对方呢 确实也迎着你投进了 咱们看看在这个就是 之后啊 会有什么样的防守方式 就是从第二节看的 联防状况还是不错的 但是从上面上看 这个阵容在场上 他就是打的 盯人 而且这个阵容呢 盯人的时候 确实给球的压力还不错 我们无非是看看 这个暂停之后 是不是李南志导会强调说 给球的压力再大一点 往上贴的大一点 就是王正林和周琦 往前去移动 到三分线移动的时候 再早一步 让对手接球的时候 就被干扰 因为他毕竟是不向 小个来防守球员 小个防守球员可以 无限的紧逼 给你身体压力 但是他们两个内线 往外去呢 还是会慢一步 所以这些球 都让对手接到球 然后呢 进入投篮动作的时候 面前有人就去盯防 所以我们看看 会不会说 往上抢这一步 再快一点 进中从内线打起 好球 王正林 有对抗 而且左手呢 今天已经是两次 在篮下得分了 手感还是很不错 现在王正林 是三分线外 两米往上贴 应该贴的更紧了 还是盯人 各位掩护 自己来 周琦呢 刚才是防着上线 这个呢 这个就是运动员 自己有一个预判 因为现在对方 主要打的是 掩护着往外分球 刚才是防归啊 吹人 所以呢 我们看到咱们球员 在防的时候 很注意就是 球往外传这一下 对 被对手是偷了第二个 这是 出奇外线过渡一下 强测人有点多啊 叶宇航撤步 中距离 战术性的犯规 叶宇航撤步 这次是中国队 中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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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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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完之后也没外弹也没下舍 诶 失误了 看人家大王那个点 对 加击 船的漂亮 周杰再来一个 这球难度有点高 撤步的三分九 下本场比赛的男篮这边得分啊 出 两个抢断了 诶 四球 好球 一传没传出去 从后边丢了球 抢断的中国队是四次 诶 险些失误啊 没回 这个位置失误就很危险啊 还好那对手没有把这球拿到 没错 因为你在三分线之外去失误 对手可以通过 很简单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得分 嗯 男篮里边换人换上赵瑞 换下了小丁 这是吹的突尼斯球员 我们在刚才防边线球的时候采线 对 防守为力 嗯 不可以往线上的啊 嗯 吴志轩外线放个冷箭 周琪把篮板球拿到 再交篮下 漂亮 真是无私啊 对 对 那个位置其实也可以攻了啊 今天啊 非常可喜的是 两个大个儿之间互相是有联系的 嗯 这是咱们打亚洲球队的优势点 对 对 对 暂得不错 再交篮下 我这个通平仕的大个儿 到篮下这个位置 确实他慌 矮 你抬头人家比自己高 对 仰的都是手臂 周琪往篮下走 习惯非常好 接到森林回传球之后 这球根本就不放下来 直接举得高高的把球放进去 有了对抗之后 并没有影响他的进攻终结 你看这球是碰到手臂了 包括下面也有肢体的接触 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终结的手型 确实能够从应该是周期 今年夏天第一次在国家队的亮相 能看到他进步 虽然去年一个赛季 在火箭打的比赛并不多 但是毕竟也是在进步 也是在学习 跟汇报演出似的 比下来看这个反击怎么样 前场球 这一截打了一半时间 已经造成了对手 应该有四个失误了 今天这个中国队给对方的这个防守压力 其实让对方也不太适应 三分命中 打四分 给了孙明辉一个 这球不应该给为体 要给的话也是技术犯规 对方的上场都说了 小动作很多 为什么孙明辉起来之后这么激动 可能就是跳起来之后 对方下面垫脚了 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动作 是 而且呢 因为马上就要去打压运会了 对 这很明显的一个垫脚动作 踩了一下 也是心里知道这个时间点要受伤 对 所以一下火气就起来了 这个时间点你要受伤 一下就影响了压运的征程 本来之前看赵俊伟的采访 写了一个故事性的 就整个赵俊伟去天堂医院看病 有一系列的事 就觉得非常的心酸 一个运动员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押运会呢 又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自己的机会 现在没有赵俊伟 如果红队里边孙明辉也上 那确实这个后卫线上就太吃亏了 而且今天孙明辉表现得很好 对 赵俊伟当时啊 是医生跟他说 不用肥底打石膏 因为夏天打石膏不舒服 但是赵俊伟就跟医生说 只要这个能帮助我恢复的速度快一点 我还是打上吧 当时就是盼着说 快能不能赶上压运 但是医生说 无论如何 你这个至少也是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有一个是这个应该是肥骨 还是就是小腿外侧 有一个骨裂的情形 然后呢 在韧带上这个有受伤 韧带上的受伤呢 带来了 应该带出了一个游里体 跟小川瘦内上一样 对 有两处这个 这个就是跟骨头有关的伤痛 这都需要至少是一个月以上的数据时间 因为这个 那一开始大夫说12天那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是哪说的 我是看了 你看哪个推送有人 我看了一个央视的 央视是什么 推送的 一开始大夫我不认识 不知道小伙子打球伤了 听的意思嘴还特碎 照记者不是烦 然后说12天左右有一种疗法 能弄好 有什么聊 结果后来来了个专家说 妮可别说了 我来赵纪伟那边呢 还就是满怀希望 说要是这个能赶上比赛 那就最好是过 结果来了个专家说 妮可别说了 12天真好不了 就一下又从天堂到地狱这种感觉 写得非常的心酸 确定心酸 因为挺重要的比赛 这个是给了孙明辉一个违体犯规 图尼斯的小动作上不上 咱就一直在说 手部动作还好 底下这个动作太讨厌了 这等于就是废人的动作 换上方数换下 孙明辉 45度掩护 外线的出手 这个是没往上扑 直接给对手掩护出一个机会了 这队三分球确实还是很不错 主要的进攻就来自于外线现在 这个队 收起 转身 拖 这个技术可能还不是那么娴熟 给底脚 图尼斯的现在的进攻 主要是围绕王哲林 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打 全都是王哲林这个防的人过来掩护 然后看看王哲林的 这个移动位置到底在哪 能不能出现外线投篮机会 咱们呢 在进攻上也是会主打王哲林 但是对手也是让王哲林付出代价 除了未提万归 我看里面这张会不会调整一下人员 这几次回合防守的时候呀 我人有点扑不出去了 毕竟这一节也打了这个六分多钟 七分钟的关 看内线要不要换人 换周琦和阿卜杀拉木的组合 因为这死球呢 周琦下场休息 这死球是换上了小丁 第一把不中 第一把不中 再打开 那刚才王哲林这个失误啊 就是 算是今天一个最明显的失误球 前面的失误控制还都是不错的 我觉得刚才这上抢的动作有点大 五分的分差了 那你也看看没有周提之后 现在王志玲在手篮下对手啊 待会进攻的时候是怎么调动啊 第一位变宇航 不来看方硕 其实这球输了 对啊 这球自己第一时间可以投了 因为有这个能力 战战了 所以这就是刚才上不上说 方硕感觉到了国家队以后 他的自信心没有像在俱乐部那么强 噢 神 王志玲 会在阳大学 不小心 打开阳 心在阳大学 为此 对峰大学 战战 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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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段时间小丁在场上 球队是给他创造拿球机会的 他跟球队的整体配合 进攻上 咱们说进攻上 不太融合到一块去 其实讲道理来说 小丁应该比周琪和全队更熟悉一些 因为毕竟在第一个窗口期的时候 和国家队一块打了韩国和中国香港 看篮板 周琪把篮球拿回来 方说连续第二次出手 好球三分命中 非常重要的交分 这种球该出小就出小 不要顾忌太多 甭管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队 不进的也没有人说你 出来 的时候想硬出周琪 图尼斯现在这个内线 看着周琪呢 都是接球的一瞬间 跃跃欲试 运了一步之后就虚了 确实是高啊 等再运一步的时候 发现找不着人了 小丁手非常快把球碰出了边线 我们这边要4秒的进行时间 可以预想的是呢 图尼斯这个应该又是一个比较勉强的出手 但是呢 拉到中圈附近 高位挡一个 直接拔起来 这一次防下来 好球 阿布图沙拉木外线的机会 这球还是受到了对方的干扰 但是图尼斯他外线的这个防守的轮转速度是够快的 走掩护的另外一侧 对方的第八个三分球 用八个三分了 其实咱们这个阵容啊 在移动速度上 应该是 就是不给对手这种机会的 对 因为他每个点的三点的移动速度都很快 方叔 底角的三分 好球 好感来了 对方说不应该下手掏 就直接在后边顶着 等着这个中间人过来补房的行 同球的位置不好 重新组织 最后三秒 好球赵锐 脚踝终结者 这样子 这种球必须自己投啊 把对方晃倒了 一定要自己投 而且一定要进 终结阶段 中国就进了三个三分 随着赵锐的这一季压哨三分命中的第三节比赛 将近的红的白的黑脚纸等等 都摆在一块 看能不能认出来 我觉得吧 就是这个 过个节呢 不要过得那么物质 对吧 这话说给谁听呢 不一定 非得送礼物 才叫过期 主要是陪伴 姑娘说了 你不送我礼物 为什么要陪伴你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用心子啊 就是送礼物 不在于你送的什么东西有多贵 而在于 这第九个三分了 对 而在于你到底花多少薪金 我以为你最后说不在乎有多贵 而在于你花了多少钱 那你这个阅读力的能力啊 就是有问题 说你这个 那个球 好球 哎呦 今天天宇航这个上篮啊 老是欠缺点运气 又是利用一个掩护罩出来 三分球 这是吹了图尼斯队呢 篮板球推人了 挺好啊 在备战机遇到这样的球队 因为亚洲很多球队啊 也是强调外线出手 强调移动速度 对 没有绝对的高度 所以他们总是会把这个 不活 总是会把这个内线拉到高位 拉到高位呢 去调开空间 其实呢 还是挺有针对性的 你能够看到他们的打法 呃 这个咱们接下来在亚运会上 有可能能够遇到 嗯 也是提前适应 有一个小的细节啊 刚才这球呢 下来 这个图尼斯队这边 有人想拉 小丁呢 还是礼貌的拒绝 这确实啊 就咱们看的 可能看的手上的动作 下面这个腿上的动作 这图尼斯真是不少啊 咱们撞一个大小兵 嗯 但是蓝球比赛就这样 嗯 尤其是这个 国际蓝联的比赛 你看 不 震头啊 又是赢着防守啊 也是赢着咱们的四号位啊 阿姆沙拉姆转换进攻 好球 二加一 这球就一看 从运球的第一步 身上啊 身上就放光 光里边有俩字 自信 看看加法 今天阿姆沙拉姆是五投四中 拿到了八分 所以今天这个 咱个的罚球都不领了 是 证明会应该就回来了啊 那今天咱们这罚球 十罚四中 我戴眼镜了 这位兄弟啊 感觉这个技术动作啊 跑步的姿势啊 你看像不像邓肯 没有 一点都不 哪个邓肯啊 那邓肯 还有哪个邓肯 好多邓肯呢 反正不像那个邓肯 不是他刚才转身的那一下有点 有不错 还有 有一个啊 我的天这都是 你得说人家这个确实投篮基本功好啊 你不能投到现在你不能说一个是运气 两个是运气 五个八个还是运气啊 你得说确实人家擅长投篮啊 那就要求咱们在给对手压力的时候 你就只能给的更多 这球你要真说再给压力的话就只能直接干下来了 那不 你可以在他接球的时候让他起球的时候你就干扰他 嗯 咱们看是说他赢着手尖是完成的投篮 但是其实在他接球 在他起球 嗯 持球那个过程里 你如果觉得他形成干扰 他就不会形成投篮动作 对 就是你只能说提早你的防守压力 啊 给的再 再硬一点 好 这边是换下了阿布图沙拉木 还有小店 65平 嗯 这比赛到第四节啊 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悬念 前面三节呢一直是保持着领先 那其实孙宾辉就是那个三加一之后啊 这打了一9比0吧 到一分 哇 这球 你看人投篮能力啊 对 这是有基本功的啊 反超了两分了 反超了这一步 人投尺 45度 哎 这有一个失误 咱们这一节失误有点多啊 还是这个点啊 嘿 嗯 这球能传出来不容易 昂板 现场3打2 赵瑞 这球 可能确实也是上规了 来对江湖的赵瑞 王智英那个手段也有动作 还是要给王智英的 嗯 后面以后 来扯 6秒钟拉开了 自己打吧 漂亮 拜佛掏头 这席没劲 孙明辉在场上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他非常敢做动作 今天你看这个ENL 包括刚才的拜佛 动作很流畅 挺好啊 感受点压力 大战之前能够感受压力 还是一种释放 我觉得啊 四五多给底脚啊 这三分球王正林封出来了 这球是贴得更近 直接干扰了对方的投篮 孙明辉 好球 周琪双手补扣 孙明辉呢心里也清楚 吸引俩人过来啊 我就往篮上扔吧 没错 进不进的呢 后边还有人补 有一个底脚 他的迷路力会下降 是 但是确实对手 能够通过长脑就创造机会 漂亮 球赛照周琪 漂亮 就是我上半场结束说的 就是今天孙明辉 赵锐 尤其是孙明辉 给出几个助攻啊 还让人真的是看到了 这个答案的 本身赵继伟受伤 你心里对这一点 是有担心的 但至少从他们今天 给出几个助攻 我觉得还挺好 好 咱们这个暂停的 一块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选出来的 最佳三分 看一下是哪个啊 周琪第一球 第一球 这么场比赛呢 周琪这边就没有获得 这个外线出手的机会了 基本上得分的 都是来自于篮下的终结 好 战术分析 王孟老师 咱们看看啊 这是 连续给持球员掩护 然后呢 丁岸宇航 从一侧 借两个脸护 借球 这个该是丁岸宇航 突破得分的一下吗 给这个谁 给王正林传球 这其实也是今天比较 就是相对少的出现呢 就是丁岸宇航 跟队友之间的 这个呼应 今天丁岸宇航 大部分时间 得到球 是选择的是 自己个人工 这也是之前说的 他在进攻一端 仿佛有点游离的 这个原因 当然这毕竟是 磨合时间不长 对 我们也看看 接下来 这个呼应会不会增加 而且呢 就是到小丁这点的时候 就是可能 大伙都知道 是让他来做 这个处理巨星球的 所以到小丁这点的时候呢 互相之间的 这个掩护和移动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等于对方的防守注意力 全在持球人这边 中队呢 是领先的两分 男仪 周琪已经到位了 看着有点下 嗯 能看到就是现在 给对手的压力 比之前就好多了 对 对 走出来 其实图尼斯里边呢 确实他的防守转换速度 还是比较好球 过刘志轩 这是咱们上场说的 为什么李南知道 愿意用刘志轩 因为他除了防守三分之外 他能够去处理一下球 来一下 黄一下 好球 非常出色的判断 前场的4打2 这球传的真是真是不太好 刘志轩 起地给王哲林 漂亮 那王哲林这个移动 还是让人挺印象深刻的 对 包括这个从三分线上 放球突破转身那两下 就是没看他比对方的 这个中锋啊 身高高不少 但是你看感觉上 速度还要快一些 在眼镜里的三分九 命中率下来了他们 其实这个是空位 当然也是这段时间 难得给的空位 这场比赛啊 当然可能 就是没有NBA那么细致的 这个技术场地啊 就是说算一下 图尼斯队 图尼斯队在防到脸上 和没有防守的情况下的 这个命中率怎么样 图尼斯队 绷尽到另外一侧 所以如果绷尽到右侧的话呢 周琦那边正好掉手里 反归了 这场比赛呢 还有最后的两分十四秒 中国队是暂时领先着六分 把这首发的内线拿上来了 对 拖拖 拖 背团 这有想象力啊 对啊 那刚才就是一个很 是很小的细节啊 对方那些 拿到球的第一反应不是看篮 你也知道里边有王德林的周琪 第一反应是外边找人 好球 没接好球 不然是空位了 8秒钟 7秒 错位 孙明辉的中距离 好球 今天孙明辉 确实是表现很抢眼的一个点 除了周琪之外 突破造犯规了 现在分差越来越大 打了一个8比0应该是 对 今天的突尼斯比咱们好的一点 他罚球也比咱们稍微好点 咱们主要就是 你看罚球丢的如果加起来 现在能领先到10分以下 控制节奏 时间上应该是比较稳妥了 已经 低脚 粗分出来 看赵瑞里三分九 边线裁判的手势 还是非常的果断 给了中国队前掌球 那这样就基本上是稳妥胜刺 刚才赵瑞里三分球如果进来的话 就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9秒钟 先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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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赵瑞的罚球 今天赵瑞是五分 四个助攻 两个抢断 这个抢断还是赵瑞在CBA比赛中的一个特点 其实广东队的后卫在最近一段时间 刚要夸呀 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家队还都是有比较不错的表现 另外一名广东队的后卫 吴明轩是被杜丰指导招进了中国南篮的篮队 没错 应该是下一场比赛他们就要上场 51.2秒又是中国队的前场球 孙明辉第一时间这球没有传过去 这球没有沾到篮筐 中国队这边是14秒进攻尾力 但是把所有的时间好玩了 达到目的 孙明辉那一下如果能传到阿波 诶 又差点是一次掀场断球 差点完成一个强断球 突尼斯呢看的意思就是 就是还要攻一次 第四节打这么激烈就叫了一个赞点 挺好 我觉得今天这个过程其实挺好的 你说这种球吧 确实能说明对方确实有能力 确实有能力 人家一看啊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指三分活着队 人家比赛特点就是空间移动三分投篮 空间移动三分投篮